哈喽大家我是GG 今天是 12月31号 如果你们刚才有看到时间的话 其实现在才11点 所以在倒数之前 我就带你们去一个 应该看我影片的人都会喜欢的一个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呢 就继续看下去吧 Let's go What do we have to 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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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 我又在家里了 有没有觉得很无语 我去了sm town之后 然后我就有帮我朋友带购一些东西 我也不能带这些东西去倒数 所以我就想先回来家了之后 等下晚上的时候再出去 去sm town之后我就坐了差不多30分钟的车 然后我就去到 它叫高速巴士站 我是很建议你们如果想要买比较便宜的韩国货的话 就可以去这个地方 8号出口 就是它那一边呢 它有衣服、鞋子、耳环 甚至是家里的一些白色用品 它都有在卖 那这地方的好处就是 它有很多间店 就是来回的话 保守估计 差不多两个小时 那本身买的方式就是 我以1万块韩元来做basic 就如果是1万的话我就ok 如果是过1万的话 我就会再去看其他店 看有没有更便宜的 然后有些东西它会卖到5000 可能一些过季的衣服 或者不是当季的衣服 然后这时候你们就会问我 这大冬天你为什么去那个地方 可以买的到衣服咩 答案是真的可以 冬天去你也是可以找到短 可以找到适合我们夏天穿的衣服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相信 对不对 为了让你们相信 我就买了几件衣服来 证明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你就是你来韩国 你就想要买MAY KOREA的话 你买之前你就先确认 然后那一边它的价钱 其实跟其他地方比会比较便宜 然后也不会很像东大门 南大门这样 它比较就旅观光景点的感觉 那边它是很多当地人也会去逛的 那我现在休息了一下 之后晚上我就去倒数了 耶!不知不觉中就天黑了 我是可以坐地铁去啊 那边很靠近 应该是差不多两三站就到 所以我就提早出发 就想要走路去 虽然今天天气只能很冷 通常是没有零下的嘛 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零下七八度了 但是没关系 反正我穿这么厚 因为我这边走过去差不多是三十分钟的时间 所以其实没有很长 三十分钟我觉得还好 就一下子就到了 那就 出发吧! 在这边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不可不可以吃了 但是在这边吃了 但是很大 但是好吃 我吃了 如果我们现在掉下去的话 我们就进医院 所以挑战 走 还是要进医院 所以挑战 走 新米 伴侶 新米 伴侶 新米 伴侶 我好怕掉下去了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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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了 阿嬤 我們剛剛兩個我們都嚇到了 剛剛那個伯伯就這樣子掉進水裡 可是因為他有喝酒 我有聞到 因為剛才我看到掉下去我就直接把鏡頭關掉 然後我就快點跑過去 親眼看到他就這樣歪 然後就 就這樣倒下去 不是他就是他在那邊走上去 然後就重心 他重心就斜了 然後就直接倒下去 阿嬤 真的 這已經11點半了 現在我們就要去到蘇宇 小宇中的那個地方 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 那女朋友們在這邊 上去這 5 7 6 5 8 3 1 1 2 1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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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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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6